你是从哪一部作品认识杨子的说起杨子?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杨子是属于童星出身 曾经因为家有儿女中下血一角被大家熟知 在众多童星中相信对杨子的印象是最深 童星出道的杨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在眼睛上真的可圈可点 杨子的演技在同龄段你演员中当属一流 作品也几乎演一步火一步 演技精湛,长相俏丽 性格又可爱,杨子被粉丝们热心地称作小猴子 小刀盘点了杨子出演的六部爆火古装剧 你是从哪部作品开始喜欢她的呢? 长相思,首先就是最近热播的长相思 杨子在剧中演技顺势惊艳 一般情况下,女主角穿上男装后依然精致妖娆 但杨子敢于挑战,毫无偶像包袱 她的演技自然传神 将角色的男性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子对于角色小溜的塑造细致到极致 小溜的每个神态行为她都表现得自若天成 丝毫不拖泥带水 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相互交织 演技相当出色 天机制白蛇传说杨子在这部剧饰演白妖妖也是颠覆传统的印象 然而这个角色一点都不突兀 杨子身穿一身粉色古装 因为研制叫门,把这个角色演得机灵可爱 看起来很天真也很活泼 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又变得很内敛 杨子对于人物性格变化把握得非常准确 白蛇传本来是属于仙侠剧 演员们也比较有想象力 最终也贡献了很多哭戏 让观众们觉得杨子任何角色都能演得很投入 台词功底也很有感染力 真让人佩服 龙珠传奇这部古装剧比较早一点啦 是很多00后的童年 是杨子和秦俊杰还没分手的时候一起拍的 杨子在剧中饰演小公珠李宜欢 天真机灵,聪明可爱 对网友亲切的封为女版为小宝 消灭沉沉静如霜这部剧 算是杨子的一部大爆剧 杨子剧中饰演的紧密 出场时眉目如画 灵动可爱 脸上写满了天真无邪 完全就是原著中那个单纯不安适适的小葡萄 这部剧中杨子的哭戏特别多 不同情景的哭法 杨子完全哭出了层次丰富的哭戏 对网友评为教科书版哭戏 小当当初追这部剧的时候 多次因为杨子那演技炸裂的哭戏 哭成了泪人 清云志这部剧是杨子和赵丽颖合作的古装剧 杨子在剧中是女儿 但她在剧中表现很是不俗 让人印象深刻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是大师姐陆雪奇的角色 是一个高冷的美人 记得当初杨子还因为这个觉得被群巢不够美 还要演美人 但是看看现在的杨子依然是心静的女神 谁敢说她不美吗 沉香如泻沉香重花杨子在该剧中饰演元旦 这是一个很有个性 坦率真诚 才华洋溢的人物 杨子在这部剧中用的是自己的原身 他将这个角色展现得活灵活现 虽然性格帅真活泼 但又不会像是傻白甜 观众对杨子的表现纷纷好评 果然小猴子的演技从不让人失望 这几部作品都是杨子非常火爆的古装剧 你看过哪几部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